比赛时间 2018年7月18日 周三19点35分比赛地点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场次 中超联赛第12轮第93场电视直播 广东体育贵州大众广州恒大 主教练卡拉瓦罗积分排名 中超11场5胜3平3负及18分 排名第5主客战绩 主战6场4胜1平1负 客战5场1胜2负 最近赛过夏季引进塔利斯卡 以及保利尼奥的回归 中场控制力再次回来 落后榜首6分的恒大 7场比赛必须拿下 才能保持8连贯的希望 金英拳 古德利暂立一线队 以及最新最严的队内淘汰规则 一切的迹象表明 修在回来的第一场 并且主场作战 势必得胜 贵州恒风 主教练 佩特莱斯库 积分排名 中超11场 1胜1平9负 肌4分 排名第16 主客战绩 主战6场 0胜1平5负 客战5场 1胜0平4负 最近赛过 夏季转会期 只进行了微调的恒风 客场对抗广州恒大 就需要看新帅 佩特莱斯库的战术安排了 暂时排名榜尾 面对强大的对手 尽可能的得到分数 来脱离保极区 凯文波利的加盟 使得恒风本身 较为主防守的力度 更加强韧 预测 交战历史 双方共交锋4次 广州恒大 3胜1平 对场败季 占据优势 最近一场是2018年5月2日的足鞋杯比赛 广州恒大2到2贵州恒风点球1到4 进5场进10球 广州恒大进10球是6球 场均进2球是1.2球 贵州恒风进5球是10球 场均进1球是2球 预测广州恒大胜贵州恒风 比分2比0或2-1的可能性大 心远心率 贵州恒大